记者林岳府高雄报道 106学年度HBL高中篮球联赛 男子甲级12强副赛 竟在高雄巨蛋进行第二日赛事 处在A族的南湖高中走出首战 被南山高中惨变的阴霾 在主控陈教荣17分 13篮板与5助攻领军 另有3人得分上装 以66比56击败木炸高宫 取得副赛首胜 即便首胜总算到手 南湖教练王浩宇对子弟兵表现人不满意 他透露球队在被战复在阶段找多索 UBA大专男子队进行练齐赛 整体表现比现在的样子强上许多 大家似乎都有股刃气始终吐不出来 晚间将继续进行练球 希望能赶紧找回南湖应有的样子 南湖队长黄和田11分 许静恩17分 7篮板张俭嘉伟因在预赛感觉到自己跳不起来 索性在复赛前积极瘦身 比原先体重少了5至6公斤 这回脚出10分 15篮板 预赛因为反对归曾被进赛的陈玉安也有9分 5篮板 南湖高中陈孝荣三分线外突袭投篮记着黄志原设 南湖高中许静恩快攻上篮记着黄志原设 南湖高中张浅家伟抢下篮板球记着黄志原设 南湖高中心